大家好 这里是一球技乎成名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成名之路第五十四期 我们还是在D1 刚开始呢 这个 进入游戏的前面这些东西呢 没有录下来 反正还是那套4112 前面是雷米和巴尔特利 然后前面是坎贝拉 然后呢 中场Four 不是巴尔特利 约维第七和雷米 然后中场是Four 应该还有维尔西尔吧 正好 踢着比赛 就把这几个队员稍微说一下 没错了 然后31分钟 我们打反击 雷米 暴击肺子 躲开这个中间的位置 中间人太多了 去边路 卡梅拉 被四个人追击 然后只能去没有人的地方 最后没有办法了 选择一击 我春中 没想到约维第七把也可顶进了 可能也有原因是因为 他的大部分圈都在追着我吧 你看他身后有四个人 那约维底七远端呢 相当于没有人防守了 所以呢 进了一个球 1比0 37分钟 仍然是我们的机会 其实他也就是刚把这个球门球开开 不是球门球 中场球开开 我们做了一个lob through 担到了 可惜 射门的时候有些紧张 点了一下 挑出来那个键 L1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大力抽一脚呢 估计也进不去 下半场了 我们在中场做二过一 他反正落后时间比较长了 有些着急 我们一直在控制着比赛 虽然这个没有进球呢 但比赛节奏一直在我们控制的脚下 他这个球也是一个失误 就像我老被禁的那个样子 可是呢 射这脚门啊 还是被门脚铺住了 要是进了就好很多了 毕竟1比0不是很保险嘛 然后75分钟 努力在中场 直接射脚门就进了 当时我都惊呆了 这个球还是很漂亮的 门脚没有任何反应 我不知道按的是什么 应该不是挑船间吧 应该是长船或者射门 反正不管怎么样了 这个球进的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郁闷的 因为他整场比赛没有任何机会 随便瞎踢了一脚 没想到就进了 门脚丝毫反应都没有 这个我觉得 这应该是这个 非法15门脚的问题啊 这个球按理说应该 在现实中啊 这个门脚肯定是有反应的 而且他站位也不是很靠前吧 反正我是误语的 这个球丢的 太疑问了 努力 有机会也要试一试 然后呢 在这个球进了之后 后面我也没什么绝对的机会了 最后反正是一比一平了 本来应该拿下一场比赛啊 这个到D1 每场胜利还是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这个网络也不是特别好 还得打出去一场就是有延迟的 就是那种有延迟的比赛 就那个那场比赛就算送给EA了 但是呢 唉 最后一比一 他就射了一脚门 就是那脚吧 我们射了七次六次打正 但只进了一个球 现在两胜两平 积多少分 积八分 也还OK啊 然后再换一换 队员 队员 有队员体能不好了 换上巴洛特利 然后换上 左边后卫 后腰换回马蒂奇 还是迪奥迪啊 换回迪奥迪 左边是奥斯卡 右边还是福尔 然后前腰用了 萨拉特 然后前锋还是越位第七吧 罗霍我用着一般 如果你没什么钱的话 我还是推荐的 但是如果你有钱的话 还是换换别的中后卫吧 肯帕尼什么的 然后换上对手呢 4112非常的强 前面是C罗 内马尔和梅西 右边是贝尔 还有奔泽马 后腰的 拉姆 天 这套阵容下来 得多少钱啊 看上第3分钟被人家挑团 看他这个圣门还被门将扑住了 奥斯卡 我们想稳一稳 结果呢 被他C罗把这个球抢了 门将 扑了一下 结果呢 被判了点球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 很奇怪啊 我觉得明明是C罗把我们门将踹了一脚 不知道为什么给了个点球 当然了我们前面玩火啊 要不也不会被他判这个点球 但也还是很郁闷的 又是先丢球了 0比1 26分钟 奥斯卡在中场 控号球 传给萨拉特 再撕入给边上 我本来是想撕入给奥斯卡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去个边后卫脚下 那传回来 可这套圣门还是被这个后卫挡住了 门将已经扑出去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机会 打那套圣门 诺尔 门将又是诺尔 这套阵容真是 不过我们一直在压制他 他这个水平一般 虽然阵容很不错 但是他除了刚开始那个点球之外 也没有什么机会 我们倒是有不少机会 可惜就是不进球啊 半场就之前 看我们这次进攻能不能进 DLD给萨拉特 在边路分 萨拉特直接做了一个 跑位 而且他也没有控制后卫 过来防往的思路 我就传了 没想到这个球还是进 很好 在这个半场结束之前 搬回来一个球啊 对下半场 我们踢球这个心态 会有不少的帮助 不过那个上面还没有结束 我们难道还有机会 约维地齐 控好球 晃开两个方向队员 有点卡 所以直接穿中了 巴洛特立 可惜还是顶在横梁上 投球也很郁闷 感觉有时候是绝对的机会吧 顶不进 或者顶在横梁上 不是绝对的机会吧 反而弄近 尤其这个投球到了后点 我感觉反而更容易进 到中间的话 差不多不是顶高 就是顶横梁 46分钟 我们又在编度发展机会 科尔曼 晃不开 防守他这个队员了 不过他也不上来逼抢 我们也不着急 最后还是个甲扣 晃开了他 因为地齐在辞入为奥斯卡 这个球近的我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奥斯卡跑也非常好 而且这几个 这几脚传球也很流畅 最后帮我们取得领先 想不想刚开始2比1了 奥斯卡插上时机非常好 然后射一脚门 诺伊尔没有什么机会 12分钟 我们又挑船他 他这个 落后之后压得相对靠上一些了 战场间瓦了 我们就过去了 4 做一个包肉 再接射门 3米1 这个 只要打开进球大门之后啊 进球来感觉简单多了 梅西利用速度突破我们后卫 最后擦这一下 变相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直接就甩开我们两门后卫 可惜最后打门的时候啊 还是太正了 我们还是有后卫在身后干扰他 开球门球 百度给约维地齐 前后走的都是人直接射了 没有到进了 4比1 这个你不进球的时候啊 怎么怎么射都不进 然后这个领先之后啊 随便射射感觉就能进 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像这种位置的打门 可能我们原来也尝试过不少次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背露的 几乎没进过 哎 不过还是很漂亮一个球啊 打圆 打右上角 几乎就是个死角 89分钟 又是我们反击的机会 他这会儿应该已经蒙了 萨拉特把球挺好 他一个后卫扑太猛 直接就过去了 然后打圆脚也进了 像这种球对不对 大家看过视频内 也应该看见过 很多这种机会 一般都被门键扑上去了 这脚就进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赢了比赛还是很开心的 在D1T到5比1 也是非常不错啦 虽然他到后来已经快崩溃了 但是我就不心思说软了 多挣一点快 是一点快 最后约维第七9.7分 表现非常不错 萨拉特也很不错 8.9分 然后呢 我们这场比赛设了11脚门 对方设了5脚门 我们现在集11分 怎样一场比赛肯定能保极了 然后拿title也不是没有机会 我们边踢边看吧 然后还是 换一下队员保证这个队伍的体能 雷米又上来了 雷米每次一上来 我都是很激动的 威尔西尔也不错 威尔西尔和奥斯卡 都是非常不错的 踢这个位置都是非常不错 然后邓梅莱 邓梅莱这场表现我印象中不错 就是攻防都不错 跟福尔 福尔其实也不错 这几个队员都不错了 虽然数值不是很高 换上对手呢 433 然后 一甲一套阵容也还OK 应该这个玩家水平不差吧 他前腰都没有用托雷兹 用的这个梅腾斯 然后 但是两个边风速度都很快 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 看上第十分钟就被人家断球了 他防守 对他防守也是非常不错的 差不多能预判到我要向哪里传球吧 如果我不努力思考的话 然后这个球 本来也有自己的责任了 然后传球被他在这个自己半场断了 然后虽然抢回来了 还是被他顶回去了 0比1落后了 又是先落后了 不还好 我们也获得了一次反击的机会 维尔西尔 一直带到这个位置 坎贝拉 最后还是把这个球点进了 1比1 因为我想传左门了 因为左门有两个人 不管传到谁脚下 都还有再发展的机会 不过还不错 最后坎贝拉还是把这个球点进了 像防守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派上一个 也要根据时机不同 不停来决定了 我觉得最好还是顶上一名后卫 来个扑这个传球人 不然的话 这个传球来实在太简单了 然后巴特就一次机会 还是没有投球投进啊 40分钟 他在倒角 估计也看上半场快结束了 把比赛节奏降慢一些 但是呢 我没有机会 然后把这个球抢到了 坎贝拉 直接一较四处传给远端的 巴特特特非常漂亮 一较直塞啊 然后打圆角2比1 也是利用他这个 大一碗 估计踢地板还是很累的 踢到这个中场快结束之前 估计有些累了 想把节奏放慢 但是呢 我们很走运 直传真的是非常漂亮 巴特特特也没有辜负我 终于又开始进球了 48分钟 对方一个lobs through 我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但是他速度非常快 大概有93 我们呢也不上去逼强 直到弄着他 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最后还是把球断下来了 其实我们不是上去逼强了 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等他扑向你 你觉得位置合适的时候 你再扑一下 还是很有机会把这个球断下来的 然后我们坐车传中 又是巴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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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郁闷 他这个又把球传给我们了 估计他也很紧张 又是调传给巴勒特利 还是不近啊 再补一脚 又打偏了 68分钟还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反击 又是维尔西尔 我们前场几乎4打2 然后等到了巴勒特利 传过来之后发现人又都回来了 再传给编路吧 就这样说明还是打偏了 问题连个点球都偏不到 83分钟 我们仍然还有机会 巴勒特利是再给巴勒特利 利用速度吗 还是把速度降下来了 体能也不太好了 最后还是把球控制住了 在传中 勒迷 可惜没有顶到 球还在我们脚下 维尔西尔 所以一个甲扣还控好球 再传回给左边 传中 卡梅拉 直接到出零空 非常漂亮 3比1 我还为这场表又停了 吓死了 这个球见得非常漂亮 大家看一下这个冲波 直接一个条穿 然后我也不等 那直接抽到零空 R2加射门 非常漂亮一个球 另外大家如果想练射门 或者skill moves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这个skill games 里面有一个叫做高级射门 高级射门的最后一个传奇模式 非常好 非常适合练这个skill moves和射门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 而且我闲着没事的时候 总愿意进去就是踢两脚 就是热热身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skill games底下的高级射门 大家去看看吧 这期节目呢 随着这场比赛结束呢 我们也就到这里了 最后虽然他有进了一个球呢 我们还是3比2 把这场比赛赢下了 目前肯定是保急了 其实是4分 看看我们下期节目能不能拿到抬头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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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